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来马来西亚有出席国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就要继续为大家解答入境马来西亚前的上级问题 Let's go 入境马来西亚前60天内确诊过新冠肺炎 那需不需要做PCR test 还是需要做一些专业管理的RTK-AG test 由于马来西亚有提供专业管理的RTK-AG test 而在香港的医疗机构就多数提供PCR的核酸检测 因此大家可以选择到香港社区中心或认可的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我是由吉隆坡转机去到其他州份 例如芬城、沙拉园 在转机期间可不可以在机场进行RTK-AG测试? 可以 大家不需要清关就可以进行KLIA或者KLIA2进行这个测试 而更多的详程都可以联络 airport.doctor.my 或者24小时hotline 我未完成疫苗接种 需要在马来西亚隔离5天 有没有一些指定的隔离地点 隔离的时候如果要在第4天进行这个核酸检测 或者第5天的RTK-AG检测我可以怎样做? 你可以居家在酒店或者学校已经等到业主同意的地方隔离 以第4天的时候请你自行安排交通 点对点前往医疗机构进行所需的检测 17岁以下的小朋友就不需要出示疫苗接种成书 而且也不需要在抵达的时候进行隔离 他只需要在抵达校24小时内进行专业管理的RTK快速行员测试 我的小朋友今年6岁 他在入境前和抵达后还需不需要接受检测? 旅客如果是入境马来西亚半岛或者沙拉越 那年纪是按出生的年饭界的 如果是入境沙巴的话就是我出生的年月人计 例如小朋友在2016年3月15日出生 他在马来西亚半岛或者沙拉越的时候 就不需要接受入境前或抵达后的检测 如果他入境沙巴就需要接受入境前和抵达的检测 我在入境马来西亚前14天打了两栈科兴 需不需要隔离呢? 你在这个情况下是需要隔离的 所有打了两栈科兴疫苗的旅客必须打齊第三栈 才是符合完全疫苗接种的定义 而所有旅客接种了科兴的第三栈 就会被视为符合完成疫苗接种的定义 无需要相隔14天 60岁以上的旅客 无论打了科兴或者伏必胎 都必须接种第三栈 才是完成疫苗接种 如果想计划你在马来西亚的行程 就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malaysia.travel 或者在我们instagram的guide上面 玩到适合你心水的行程 我们下一集都会为大家介绍 入境沙巴和沙拉鱼的衰竹 大家记得留意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